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沒有人請假 那麼現在請林委員長卓質詢 詢討時間為30分鐘 張院長 張院長 李委員長 院長你好 過去這一段期間 我想社會大眾對於您投入台南的救災多給肯定 那回顧您在這個科技部的表現 其實也是一個蠻實在的人 謝謝 你們在面對很多質疑的時候 常常不知道就會說不知道 或是說沒準備也會坦然的面對 我覺得這個在現在的政府是很難得的事情 那我希望您也用一樣實在的態度 來執行未來三個月的看守內閣的工作 那也用一樣的態度來面對接著我要提出的一些質詢 當然 首先我想請問院長 你知道大偉盧曼二這部電影嗎 我有聽說 那你知道大偉盧曼二這部電影裡面 相關原住民族涉及歧視的爭議嗎 我在媒體上看到有報導說 好像裡面有些劇情還是台詞對原住民有些不尊敬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我覺得對原住民的文化不夠了解 院長 其實在現在現行的這個法條裡面 我們已經制定了用來保障原住民族文化權的這個法案 在2007年12月就已經頒布施行了原住民族傳統 發生大偉盧曼二這種問題 因為如果大偉盧曼二要用到達悟族的相關文化 他要取得達悟族的授權 他必須要先去問過他們 這樣用可以嗎 所以八年如果有被落實 就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超過八年的這個條例 相關的規範跟申請辦法居然到去年2015年才演你出來 整個申請的流程才開始 我想請問院長 對於一個已經上路八年的條例 八年來沒有任何的進展 沒有對大眾創作人業者進行輔導 這個行政帶動 你的看法是什麼 如果說這八年都是沒有進展 的確是不太應該 我想這八年裡面做了什麼事情 請我們主委說明一下 向委員報告一下 在2007年通過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之後 其實這裡面的執法非常的多 那會裡面也委託了清大的 清大的法律研究所來進行這些執法的原理 我們發現最重要的這些執法 他的專用前的這個代表人 要產生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知道這個我們大概在民間也聽過很多次這樣的說法 那我直接問 所以八年來到去年已經有開始這個施行的這個執行的這個方式 申請的方式 目前 有幾個民族的創作權受到保障 完成著作的程序 完成註冊的程序 並且開始收受權利金的 給我一個名字就好 跟委員報告 現在目前喔 在我們手上裡面申請的案子 通過的只有一件 那另外還有事件還在審查三個被退回去要補 所以八年來 我要提的這個行政態度 為什麼民間對這個法條不清楚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電影這樣的狀況 事實上 不只是民間不了解 八年來 沒有任何的這個創作人 我們從坊間音樂的電影的 各式各樣的創作者 不知道有這個法條 連政府都帶頭亂用 我在這邊 隨便舉兩個例子 這個是外交部發行的護照 第四十頁跟四十一頁 上面有達悟族傳統的漁傳 請問外交部 有經過達悟族的授權嗎 跟委員報告 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跟一般的著作權最大的不同是 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 是才登記之類 他們要先登記嘛 但是他們即便還沒有登記 你有去函給外交部告訴他們說 這個可能有涉及原住民族的權利喔 這個部分到時他們沒有跟我們登記 還有另外我再另外舉一個 在網路上也非常多人知道的例子 外交部2013年 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五方的代表穿的阿美族的衣服 州族的衣服 隨便跳他們的舞 隨便搭配他們的這些服裝 請問你們有去函給外交部說 這個可能涉及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專用權嗎 跟委員報告 只要跟原住民的文化號 不管是公部門還是一般的民間團體 只要跟我們原住民的文化有侵害或者是違反的 我們都會行為甚至發佈 所以他們這樣子亂用 那個時候我並沒有看到原民會有出來講任何的話 我必須要告訴院長 這個八年來的這個行政待度到現在居然申請只有一件通過 我真的是瞠目結舌 而且我在民間聽過太多政府把這個責任推給民間 說是因為原住民族他們的這個著作權非常難整理 不知道權力的所有人是誰 報告院長 去年民間就是等不了行政院這樣子的行政待度 乾脆民間第一個完成了這個著作權的授權 賽德克民族議會授權給閃靈樂團 完成了授權的備忘錄 為什麼民間明明沒有那麼困難的事情 結果政府八年一件都做不到 然後大尾盧曼的事情發生了以後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出來說 這個跟現行條例有違反的之餘 所以在這邊我真的是感到滿瞠目結舌的 一件這不算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居然八年沒有任何的進展 我在這邊要請教院長 你覺得為什麼我們要特地創這個原創條例 來去保障原住民族的文化權 為什麼要這個特別的條例啊 我覺得對於這個本土文化 本來就是應該有適當的保障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事情啊 我想院長可能不知道 他背後其實有更宏觀的原因 原住民族本來是台灣的主人 經過一連串外來的掠奪打壓 到最後他們的土地資源逐漸被掠奪 原住民族的問題是歷史爭議的問題 而且現在這種壓迫還透過國家機器 繼續對原住民族進行文化清洗 不斷的邊緣化原住民族在台灣的地位 原住民族現在原住民的平均壽命 居然是全體國人 比全體國人還少了十歲 原住民的家庭的收入 是全體國人平均收入的六成而已 不只是這些數據 幾乎所有的資料都可以顯示 原住民這個原本這塊土地的主人 在現在相對於全體國民來講 是備受打壓非常的弱勢 所以為了我們回復這個原本這個土地的主人 我們才要設立這些相關的條例 不只是保障他們的文化權 我們要回復他們的地位以及平等 所以我們要透過一系列的法案 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追求真相 他們當初被打壓的真相 補償回復權利 落實原住民族的自治法 基本法 反歧視法 恢復他們的傳統領域 保障文化權跟教育權 最後才可以真正的讓台灣社會 邁向族群平等 和解跟團結 委員這些論點我都完全同意 所以這個就是轉型正義 我剛才講的這一 這一整整件族群正義的事情 就是轉型正義 請問院長 你對轉型正義有什麼看法 剛才以這個原住民當例子講的 我剛才已經跟委員報告說 我完全同意這個邏輯 所以台灣需要的轉型正義 不只是族群正義的部分嗎 事實上還有包括最近媒體 大家在談的很多面相 例如說戰後獨裁時期 國家暴力壓迫人民 228白色恐怖 黨國不分的不公不義 轉型正義的工作至少包括四項 我在這邊提醒院長以及我們的閣員 第一個調查並公開真相 第二個究責如何處理加害人 第三個賠償 賠償被害人跟回復名譽 第四個讓社會回復成為民主公義的狀態 保障人權防止倒退 我想院長跟大部分台灣的社會大眾都知道 目前的台灣大概只有第三項 就是賠償被害人有或多或少的做到 在其他三點 第一個真相的部分 歷史檔案政府機密文件的公開 政治犯判決的相關文件 國家情報單位對人民的監控資料的公開 這個公開的非常的少 究責的部分 對加害人的審判求償 以及是否適合繼續目前擔任的職位 例如說當初加害的這些法官 檢察官 警察 是否還適合繼續在現在擔任這些職位 我們都沒有處理 至於第四點 回復社會成為一個民主公義的狀態 例如說不當黨產的返還 反歧視法 人權教育 歷史教育 禁止美化獨裁者 歷史事件現場的保存 這些院長 過去八年來 我知道你只有當了這幾個月 但是你是否知道過去馬政府八年來 為剛才講的其他這幾項重要工作 做了多少努力 我知道這個轉型正義 是必須一個一個個案來處理 像二二八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每一個個案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那像二二八至少我知道二二八 馬上就要到了 其實是有進了相當的力量 是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第一點的真相 二二八的真相的調查 跟第三點的賠償 那我剛剛講的第二點的究責 第四點的如何回復成為民主公義的狀態 事實上是乏善可乘 轉型正義非常重要 從我剛才前面這樣講下來 因為它可以促進社會的和解跟團結 我們的政府過去十六年來 不管換了哪一任的總統 都在喊團結團結 把族群和諧不要挑起族群對立 和解團結掛在嘴裡 舉凡過去都這樣講 不管在任何的機會 但是團結不是只有用說的 世界上各國都用耐心努力跟行動 去進行轉型正義 來促進和解跟團結 西班牙立的歷史記憶法 禁止繼續美化獨裁者 跟獨裁的歷史 德國立的反納罪和反刑事犯罪法 還有東德社會統一黨獨裁時期的 歷史評價與影響研究委員會 加拿大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他們追求原住民被壓迫的真相 回溯到西元一千五百年 最近連紐西蘭還有許多的東歐國家 還有最近剛民主化的緬甸 他們為了追求社會的和解與團結 他們連走過這個不公不義的那一面國旗 代表威權的象徵都可以換 因為他們希望透過努力跟行動 來追求社會新的共識 迎向新的團結 而我們的政府 對於團結如剛剛院長所說 那四點做得乏善可成 甚至於我們的總統還在紀念獨裁者 歌頌獨裁者 繼續用行動對台灣社會做出二度傷害 院長 我知道如我剛剛所講 轉型正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是一個辛苦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做的 可是你只剩下三個月 我想也很難去期待說 這三個月做出任何重大的動作 其實也不適合 有可能只會更撕裂傷口 但是我們回到今天 這一段質詢我一開始講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 文化權的回復與保育 也就是原創條例這一點 只是個起步 開始三個月其實有事情可以做 林諸位 我們是不是 在接著的這一段時間 可以把過去中央政府 濫用 援助民族的文化 以及傳統著作 的這一些相關的案例 輕點成策做一個報告 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我們已經成立一個 專案的辦公室 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我非常非常的肯定 長期以來確實真的要加強在文化的保證 所以你那份報告裡面我希望 包括這一本護照 包括剛才我們自己派代表團出去 隨便跳阿美族跟周美族的舞蹈 我們會再重申 整體整理起來以後給新政府的原民會 讓他們協助 協助 各個民族 可以去向各級政府追討 他們應該要有的權利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那院長我另外要拜託你 我有看到你在媒體裡面講到說 這些資料都不會 我們相關的檔案跟資料 會悉數交給新政府 那我要拜託院長 如果這些資料涉及歷史 涉及轉型正義的 即便已經 到達了法定的這個保存連線 是不是可以先不要銷毀 我們就悉數都交給新政府處理 可以嗎 本來這些資料 我想也不會 如果說即使到了這個 有要銷毀期限 也不急得在這三個月 好 那就太棒了 所以其實 不管是我們 我們要交接資料 都是比較最近的一些計畫 那些老的歷史檔案 其實本來 新政府接手以後 他們都是完全可以掌握 可以看得到的 老實說院長 你這個回答 比我期待的還要好 感謝院長 難怪這一段期間 會有包括 民進黨的委員 也說 問您要不要乾脆到新政府 入格 接著我要問的問題 是台灣人民都非常關注的事情 也是我一直以來想要請教執政黨的問題 馬政府一再強調 九二共識 一中原則的基礎上 推動兩岸的和平與對等尊嚴 還說兩岸關係空前良好 這與許多民眾的感受 落差非常的大 尤其感受到不到對等尊嚴 只感受到國際場合上面 遇到中國的時候 都不斷的退讓跟矮化 我想請問最近 中國在與我們有主權爭議的這個南海部署 HQ9飛彈 越南已經正式向中國大使館 表示嚴正的抗議 菲律賓表達 中國侵蝕了區域間的互信 為本來已經緊張的局勢 雪上加霜 另外 日本跟美國也表達嚴重關切 認為進一步升高了區域的緊張 我們至今除了國防部 以及外交部發表過不痛不癢的 持續關注中的言論以外 根本沒有表達嚴正抗議 在這邊院長 你是台灣的最高行政首長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要不要表達嚴正的抗議 我想馬總統已經特別講過 這個南海的和平倡議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南海本來就是一個 國際上面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不要有衝突的一個地域 我們當然是這樣期待 馬總統已經宣誓過了 所以相對於我剛才舉的 越南菲律賓日本 美國的說法 我們面對中國就是不敢嚴正抗議 我們大概可以說的範圍 就是像院長剛剛說的這樣 而且我們反應還慢了半拍 因為對方的這樣的反應 大概是一個月前就已經說了 我想政府用這樣的態度 面對台灣人民要的尊嚴 但是台灣人民在國際之間拼搏 並不是用這樣的態度 不管是台灣人在影展 在體育賽事 在國際場合只要被打壓 都常常會為了尊嚴 要求主辦單位為台灣證明 近幾年國際體育賽事上面 也有很多台灣的民眾 到現場去舉著台灣就是台灣 不是中華民國的標語 我想因為台灣人民非常重視尊嚴 所以馬總統以及政府 每一次到了國慶 或是元旦的文告的時候 都會一再強調 兩岸關係 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之下 要對等尊嚴 所以我相信馬總統不管是不是真心的這樣講 他知道台灣人民要尊嚴 跟委員報告 至少在我有經手的這個 養投行的事務上面 我們是非常堅持對等尊嚴 那最近對方講的一些不適當的話 我們也透過陸委會有去反應說 這個說法我們不接受 好 那我在這邊要問的 除了你們的說法 或是你們政府代表 跟中國的代表 在那個密閉的會議室裡面 等那一種對等尊嚴以外 放大到整個國家 這種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兩岸 是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 同屬一中的這一種理念 你們的理念 不是我的理念 這樣子的理念 在追求對等尊嚴上 如果在國際場合 是什麼樣的樣貌 舉例來講 今天假定是一個 國際的這個體育競賽 應該是怎麼呈現 我們被叫做中華台北嘛 那對方應該是怎麼樣 我們在所有的這個體育賽事裡面 因為根據我們跟奧會所簽的這個協議啊 我們的名稱改成中華台北 是的 我知道 所以現在中國 他們叫中國隊 我們叫中華台北 這樣子是對等尊嚴嗎 即便簽了這樣子的協議 你的心中認為這是對等尊嚴嗎 我們在國際上的這個 這個屬於比較敏感的這個身份啊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講兩岸關係 是過去66年來最好 這是基於一個相對的一個比較 我想比起過去 我們現在在國際上 得到的尊重 的確是超過以前 我要再問一次 我的問題其實非常的簡單 也就是 我相信你們也不敢講 對方叫中國 我們叫中華台北 這樣子是對等尊嚴 而我 林長佐 以及許多的台灣人民 要的對等尊嚴 是台灣 中國 是兩個正常的國家的關係 在國際上 應該是兩個正常的國家 被平等看待 但是這與馬總統 馬政府八年來的看法不一樣 我了解 因為他一再的強調 兩岸九二共識 一中原則 共署一中 而且是非 國與國的特殊關係 馬總統一再強調是 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這個關係 還有非國與國的關係嘛 這是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 所得到的一個結論 OK 所以我要再問 就是依照你們這樣子的邏輯 在一個國際賽事上面 既然中國隊 跟中華台北隊 這樣子不是對等尊嚴 也就是照你們邏輯 最後的對等尊嚴是怎麼樣 一定不是我們講的 台灣跟中國隊嘛 也不會是 某一些其他人講的其他名字 應該有一個你們心中的終極想法吧 在我們憲法下面 我們就是一個國家 我們不承認對岸是一個國家 是 所以對岸也不能是國家 就像我們是用中華台北 不是用國家的名義 因此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你們既然也 也認為我們現在是一個特殊敏感的狀態 我們是被矮化的 叫中華台北 對岸是叫中國 他們沒有被矮化 因此 在你們的邏輯 不是在我的邏輯喔 照你們的邏輯 照馬政府 馬總統的理念 真正你們的這個政策 執行到底 要實踐你們口中的對等尊嚴 就是 對岸也要矮化他們 叫做 不管叫中華北京或什麼嘛 也就是這樣子 他們叫中華北京 我們叫中華台北 就實現了 馬總統說的 兩岸是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嘛 在很多國際組織上面 其實並不是說 我們希望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 當然我懂 我只是要知道 因為畢竟對等尊嚴也是馬總統講的 但是你們的心裡至少要這樣希望吧 因為對等尊嚴你們講的 你們心裡有放著說 有一天我要打壓他們 他們要變成中華北京 他們要降下他們的五星期 升上他們的奧會期 他們也不能唱國歌 改唱任何的替代歌曲吧 你們心中有想說 既然講了八年的對等尊嚴 總有一天我要達到這件事 你們有這樣想嗎 國際組織上面 他怎麼處理兩岸的這個名稱 是國際組織的最後的這個決定 但是我想就這個 我們現在來講 中華台北市 可以讓我們參與 運動賽事的一個 一個名稱 院長 我們回到我最常會前面講 我們實事求生的話 我了解 就像我剛剛講的 影展 體育賽事 國際的場合 台灣人民都有用實力 實際的參與 所以我並不是在跟你談實際的參與 我在談的是尊嚴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裡面比賽 但是我們被矮化了 我們的名稱被矮化 而沒有關係 因為對你們來講 兩岸是非國與國的關係 因此中華台北事實上沒有被矮化 因為這就不是國家 那對岸就應該是中華北京 可是你們也不敢這樣講 你們也不敢這樣想 那哪有對等尊嚴 我們在國際社會上爭取的 一向都是用我們正式的國民 用正式的參與的方式 這是我們的努力的目標 所以你說的是中華民國嗎 是的 好在這邊我總算等到這一句 因為如果你心裡希望的 未來在國際上 終極實踐的是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同存在 那個這個就是兩國論 這是兩個中國 而且你是華獨 現在鄉民常常最流行講的華獨 這是你們二位心裡的想法 不是我的想法 我是台獨 但是我敬佩你們是華獨 因為你們至少跟馬英九比起來 你們跟馬總統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法 才爭取 可是我們也很務實的 在國際社會上 我們有不同的優先次序 譬如說中華民國 或者稱呼台灣 我們都可以接受 是 所以我們現在回來 我還是要回到 既然馬總統說的 他不是華獨 他一定不是華獨 跟你們二位心裡的話不一樣 但是馬總統要的是 非國與國的特殊關係 因此在國際之間 我們不可能實踐你們那種奇形怪狀的 兩邊都不是國家的名字 兩邊一邊叫中華台北 一邊叫中華北京 這種奇形怪狀的 你們過去八年沒有實踐過 未來三個月應該也不會 如果新的政府還聽你們的 他們還去想辦法 要對方變成中華北京 也不會實踐 我在這邊要講的是 按照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有可能有很多的成果 但是絕對沒有對等尊嚴 而對等尊嚴 從我剛剛前面講下來 台灣人民是非常的要求 所以我在最後這邊 我只要補充一件事 因為我也不相信三個月 你們有可能改變成為說 要台灣跟中國 是一邊一國 不是這三個月 過去八年其實我們在國際場合 能夠爭取都已經在爭取 對 所以是要爭取對方叫中華北京 還是說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當然是幾個城市 第一是我們的名稱不能被矮化 這個我們在所有場合 能夠爭取都有在爭取 張院長 我覺得你要稍微注重 注意一下你自己發言 是自己的意見 還是馬政府的意見 如果你爭取的是 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同時存在 那這是華獨 這是兩國論 你要小心 這跟馬總統的想法 是不一樣的 那我要講回來的是 按照最常理的判斷的邏輯 他需要的兩邊都是矮化 也就是馬總統希望的兩邊矮化 應該是對岸叫中華北京 或是其他不叫國家的名字 但是他也不敢講 所以我回來這邊講 就是不管是馬總統 心裡想的那種非國與國的 對等尊嚴 過去達不到 未來三個月達不到 如果新政府還聽他的 支持九二共識一中原則的話 也達不到對等尊嚴 在這邊我想我要收個尾啦 張院長張院長 過去這一段期間 國民黨政府在選舉期間一直不斷的強調 你們是兩千三百萬人民裡面跟共產黨 可以把關係做得最好 我可不可以拜託張院長 未來三個月協助台灣人民支持台灣的民主 既然台灣已經透過選舉 在國際各大的媒體 都解讀為台灣人民不支持過度親中 甚至於不支持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你們可不可以透過相關的管道或是熱線 告訴對岸告訴共產黨 請他們不要因為新政府不支持九二共識 一中原則就用惡劣的手段來對付台灣 我們有看到很多中國傳出來的訊息 他們有很多惡劣的手段說 如果新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他就要用很多惡劣的手段來對付台灣人民 你可以幫助台灣的民主去跟對岸講這件事嗎 我原一直在提一中原則 事實上我們還有兩個字 各表一直也非常強調 我想馬總統在新加坡跟這個習近平的會晤 後來在後半段裡面 是 我現在還是要回來講 不是我們自己講什麼 我講的對等尊嚴是在國際上面 看起來對等尊嚴是什麼 不是我們自己講話講什麼 那我現在不再回去繞前面的意見 我現在要回來講 你們可不可以幫助台灣人民 幫助台灣民主跟對岸講這件事 報告委員 在所有我們跟對岸接觸的場合 我們一直在強調 譬如說陸客觀光客要繼續的來 譬如說中轉要持續的擴大 要維持兩岸的和平和諧 維持現況 我們都不斷的表達 那我要拜託 至於說陸客是不是要繼續來 是不是可以保障台灣的觀光 這個大家有很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至少不要用惡劣的手段 來對付台灣人民 希望未來你們可以透過公開 或是私下的管道 幫助台灣的民主 幫助新政府開展他的政務 拜託 最後我想請問院長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2月23號 2月23號在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事嗎 對不起 不知道 78年前 1938年的今天 中華民國空軍 飛來台灣 轟炸了台北松山 這一次的松山大空襲 是中華民國第一次轟炸台灣 中華民國的空軍 聯合了蘇聯 投下了280多枚的飛彈 再造成了許多台北人的嚴重傷亡 與財產的損失 院長不知道這件事 這個日期我不記得 但是你講的這個事件我知道 對 但是它沒有被寫在課本裡 這個是真真實實的台灣歷史 我要舉這個例子 其實是因為 曾經來台灣 轟炸 來台灣 造成台灣人民傷亡的 中華民國 戰後 居然只剩下台灣 他可以逃過來 進行獨裁統治 就是這麼荒謬的事情 才會造成我剛剛講的 台灣有這麼錯綜複雜的歷史 我想這個是一個歷史悲劇 當時二戰期間 發生了很多 不願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這個也是一件 但是不能說是中華民國 轟炸台灣 當時台灣在日本 控制之下 美軍 當時對台灣有很多的工作 美軍到了 太平洋戰爭開始的 也來轟炸台灣 我知道 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 結成同盟 你不能說美國來轟炸台灣 我要講 美國的確來轟炸台灣 不過我現在不是要跟你爭論 誰來轟炸台灣 我要講的是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 糾結的歷史 所以才會有 族群之間的裂痕 族群之間的不公義 造成我們社會的傷痕 為什麼我前面告訴你 轉型正義很重要 就是因為 要更用心的去實踐 也是因為 這樣糾結歷史 台灣人民要一個尊嚴 這麼的困難 所以我希望院長可以 用心的去思考這件事 好 謝謝林委員的質詢 張院長請 那現在請王委員 玉敏質詢 請詢打時間為三十分鐘